去冰去冰溫甚至有没有还有什么糖 有没有第三个spinner有糖或者是你不一定用spinner 你也可以用什么用那个radio button吗对不对 那点完之后会有个结果出来 那结果不一定是用那个test view 你可以用alern dialogue秀出来 有没有 你可以跳个alern dialogue 可以啊 其实前面交的东西都可以全部融入进来 另外上面的颜色spinner上面的颜色 也要不要黑白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做出来 这一题的话我想 我不知道那个王老师有没有请大家教这个要是我的帮我是会 请大家一定要教因为没有教我怎么知道你做不做得出来 我讲半天好像我在那边唱独角戏一样 ok那 另外就是说证照考题里面也有考类似的东西 在哪一题 在证照这边有没有 你点进去 在102题这边也有 所以 这太多可以练习了 我因为怕 怕各位 没有素材 所以我都帮各位想 就是这这一题是电费计算机 因为现在 油电双涨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知道怎么样省钱 那电费要怎么样省 油费要怎么省 这相关的App 其实都可以想出来 最近不是什么 黑心油事件 大家都很想知道哪些是黑心油 哪些黑心商品 对 其实 网络上很多新闻都在讲 为什么没有人设计出相对应的App出来 如果有的话 马上就可以公布这相关讯息 不是很好吗 这些都是训 都是练习的机会 这些东西如果你有下载量的话 其实就是各位将来毕业的时候 履历上面 很棒的一个什么证明东西 我觉得可能甚至比你的 比考个证照 更有 更有 更有用 OK 那请各位 试一下 总共就是 把刚刚那个下拉清单 SPIN的部分 他还没点击的时候 颜色改 改个颜色 点击之后的话 再改个颜色 那其他的话 练习题包含就是说 像那个 不一定要点饮料 点餐也可以 点餐 点饮料的话 比如说 哪个饮料 然后他的 他的什么的 是冰的还是热的 还是 等等的 去冰 等等的 那他的糖度要什么样的 要 比较比较甜 或者是什么 正常 等等的 那也可以做的变化 其他的话 还有像证照考题里面呢 也有一题是102题 他也有个下拉清单 其实也是考你这些东西 好 好 好 谢谢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